共产党 找内宣嘛 内宣搞得好得不得了 他错了还下班 一直搞内宣 现在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你滑航扭管之后 滑航扭管之后 它有莫普特的 它有宜兰的 它有狮子会的 你今天这些东西之外 有两个东西造成南来北往 非常恐怖事 一个母亲情 一个绕境 你难道没有提醒总统 说绕境不能去吗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状况外 他的螺丝很松了 他的情报系统是松的 因为我讲过 因为他是个牙医 他不是公卫系统 他若是公卫系统 或医生出身的话 他有很多地方的医疗制度 会跟他报告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或疑似什么情况会出来 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 在台北市出狱的时候 柯兵不管怎么讲 他还是个医生 非常明快就开始跟你干了 你要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侯友宜 他干警察了 他也不跟你客气 这两个都开始飙起来了 我跟你讲 现在中央什么中心 什么东西在哪里 在哪里 人间蒸发 现在地方政府接管了 现在双美接管了 现在完全地方政府接管了 他完全已经失控了 他完全在这角色里面 已经没有了 疫苗的时候更别提了 疫苗根本就是他骂我 你信不信的 他告你 他都告我 说假话 所以应该多可怕 萧美琴不知道台湾需要疫苗 萧美琴说台湾人施打的意愿不高 我现在已经开始跟美国药厂来联络了 施打意愿不高 跟你要买疫苗 政府的疫苗政策有什么了关系 我现在告诉你 以色列人 每一百个人 你知道打多少剂吗 一百二十医生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打完疫苗打什么 打仗 看到没有 这个是厉害的国家 他先把疫苗通打好了 防疫中做好 把自己坚强起来 跑去打仗去 全世界反对要打仗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彪悍的民族 跟优秀的领导人物 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让全世界看来会惊艳 你这一堆饭桶 而且自己都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五月份是为期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今天这个数字 所以今天爆出这个 整个数字之前 最状况外的 最头痛的 最不可思议的是谁 就陈时中 因为他一直想要掩盖整个事实 这是干嘛 拖时间拖到明年 选台北市场 所以他绝对 所以你看到没有 民进党的梗图全部出来 保护陈时中 保护陈时中 干什么 通习陈时中 对嘛 就是要去选举用的 那内部还有很多 慢慢在谈 好 因为今天有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驶的 是 张美琴在接受中央的专访的时候 当时大家也注意到说 张美琴讲 我们六月就可以拿到疫苗了 安心 可是里面 如果你仔细去读 你的文章的时候 他才讲到说 因为以前的台湾人打疫苗的意愿不高 所以之前我在忙什么 我在忙着协调 把这疫苗给我们的邦交国家 现在因为台湾的疫情 我才已经开始跟美国的药庄来开始谈 代表今天以前大爆发以前 我们的驻美代表处 有没有忙疫苗 有 忙疫苗干嘛 忙疫苗把这疫苗送到方向国家 难怪你一直在提供说 疫苗呢 疫苗呢 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陈时中的疫苗购买政策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到了今天才通知小美琴来帮忙 对不对 这样讲 那所以我们要讨论 陈时中的疫苗购买政策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 什么政策 很简单 第一个 小美琴是今天才参加 参加小美琴可以帮什么忙 你知道吗 他可以帮 拿到美国的疫苗 就获得纳跟辉瑞 要到我们跟美国的窗口啊 对那今天以前是五月份的 你记不记得 我在问一下 全世界要跟台湾要 今天跟谁要 跟小美琴要 那小美琴也别那么欠他人情 欠他人情 那当时我们在讲 金元换疫苗啊 那金元换疫苗是谁去瞧 小美琴瞧啊 瞧了没 瞧了 给方交国了 给了 那我先问一个很简单问题 我们现在是五月份 现在台湾变成大爆发 大爆发的时候 小美琴不在这个疫苗的 这个购买系统内 对不对 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事情 我们上一次 陈时中拒绝 林全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是在去年的 十一月份 哦 十一月十六号 对 十一月十六号的时候 林全的时候要推荐 三千万支的 灰瑞疫苗 对不对 结果被陈时中 摆到 说我只给你买两百万支 三千变两百 然后这个林全很生气 刚才讲说 你们在杀我的宝 他说吃我豆腐 吃我豆腐 所以陈时中 所以林全可以出 那我们现在从十一月份 到今年的五月份 中间 中间有六个月的时间 陈时中都没有认真的思考 如何去买到辉瑞或是莫德纳 没有 对不对 因为双美军都没参与啊 那陈时中这六个月里面 他把林全干掉以后 他干了什么事 他没有干啊 他没有要买疫苗 你知道吗 陈时中是完全 他就是中间 就是跟你摆空档 哦 懂我意思吗 所以就是说六个月 他就把你放空档 他到底是干什么呢 我认为有一个政策 有一个政策 就是他七月份会有国产疫苗 我认为陈时中的想法 他就是叫他七月份推销国产疫苗 新国产疫苗 对 国产疫苗没有三起啊 那我现在讲没有道理啊 你现在全世界 你陈时中 你任何人的 连萧美琴都知道 要去帮我们的邦交国去调疫苗 然后蔡英文不知道 我们台湾需要疫苗吗 萧美琴 可以去帮美国的车厂去调晶片 然后不能去跟美国人调疫苗吗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五月份哦 今年五月份萧美琴 没有进入这个事情 那林全被拒绝是去年十一月份 对不对 十一月份到五月份 将近到六个月的时间 陈时中完全没有思考到 要找萧美琴帮忙去买美国疫苗 对不对 那为什么 陈时中在等什么 对不对 张敏先生说吧 清楚 台湾对疫苗的需求 因为之前事大意愿不高 所以跟美国交涉的重点 当在协助邦交国争取疫苗上 现在已经和美方药厂来接信 争取让原先预定六月 抵达的莫德纳如其招获 他是十四号 谁说十四号已经跟美国药商联络 那我请问你 那蔡美琴可不可以在一月十四号去联络呢 可不可以提前五个月拿到莫德纳 可以啊 那为什么他不动呢 因为陈时中没有叫他动 陈时中为什么不叫他动呢 因为陈时中没有他疫苗政策里面 就没有想要交美全去买莫德纳 那另外这什么道理呢 因为不是越快越好 所以这东西有一个神秘的故事 神秘的故事 神秘的故事 表示陈时中在买疫苗这件事情上面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虑和安排 因为那是一笔庞大的预算 我现在跟各位讲 这笔庞大的预算里面 有涉及到预算的分配权 当时为什么不买林权的 他在不买林权的 而是换到另外一家的港商来帮忙 要换一个人他就可以了 林权就不可以 所以这代理商是谁 是关键问题 如果他找了萧美琴 去帮他买莫德纳的话 没有代理商啊 代理商第一没有了 你了解我意思没有 这中间有五六个月 水好深哦 对 这个水很浅 非常浅 就是这个疫苗购买的外面 包围了一些厂商嘛 这个整个被包围住了 利益挂钩在这个里面嘛 他连萧美琴帮忙他都不愿意 你可以讲这个利益的分配 是多么小的一个圈圈 你了解我意思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份合约 这份合约是我们在 这个是去年的 去年的Fire Tag 这是已经是辉瑞的疫苗的合约哦 已经跟他签得清楚的合约 他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可以交200万剂啊 今年一月份呢 交200万剂 2021年一月200万剂 200万剂 700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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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多少 3000万剂 那这个合约解决掉以后 是不是我们给你 就终终就解决了 全部解决掉 30块了 你看价钱 第二面的价钱是30块钱 28块 对 第一个200万 32块 后面的是18块 对 那这个是不是买到好价钱 这是合约 这是给谁 给卫福部 上面你看到没有 卫福部第一个 他就写得很清楚啊 他叫做什么东西 Tales of the 就是 就是卫福部 Misterial Health 台湾 对 它是台湾卫福部 写得很清楚嘛 这是给台湾卫福部 然后你看到后面的写的东西叫什么 叫Confidential 它是密件 这个有Confidential是密件嘛 对不对 这个上面有一个浮水印 写着Confidential 这个是密件 所以在去年的 去年的 9月份 9月份的这个文件呢 就到卫福部了 知道吗 卫福部 结果到林权 11月份出来 要签约的时候 他只买全面200万 他搞你嘛 他把林权搞死了嘛 把林权搞死了以后呢 他换了一个香港人 给他搞的时候 他又变成1000万 1000万 在1000万的时候呢 结果出皮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林权后面的人 又动手了嘛 因为他也不是吃素的啊 你搞我会搞你啊 所以上海的总代理就出手了 你没经过我哦 因为他把上海的这个 跳过去吧 把他摆pass掉 他把他跳过嘛 跳过他买1000万剂啊 买1000万剂多少钱你知道吗 45块 4亿5000万 占了50% 这都是利益嘛 我现在讲都是利益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不让肖美琴介入嘛 因为肖美琴不能介入 肖美琴介入带你上利益就没有了 不能让肖美琴 不然你讲解释的道理给我听 五个月不找肖美琴求救 他一个人闷着头干 为什么 这中间就只有一个道理 我解释得通 因为肖美琴干 就是公务 如果是在林泉 这个卫福部自己买疫苗 叫做商务 公务跟商务差在哪里 就差在后面有一些商业的条款问题嘛 所以在看那个东西 他5月14号要干什么 我们在看陈时中 在5月份的时候 吹牛逼 往到全世界吹牛逼 到英国的媒体去登 去去投稿 吹牛说台湾能够帮忙建立 全球卫生体系 5月14号 各位观众 5月14号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开始大爆发 开始爆发 5月14号 他在一边在国际上吹牛逼的时候 台湾开始发生了我们的社区感染 这是陈时中干的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浮夸之风 本宜所失 你上次一直坚持 我没有确定 我是电网有问题 只有一个基础 那你怎么会的海边有问题吧 结果你今天 防管 无谷有体贴 而且我觉得最恶劣的是台湾现在已经缺水了 台湾在缺水这种方法下 你居然把日月台继续弄省一把电 你相不相信台电 我当然不相信了 因为这个是根本问题嘛 我现在讲了 全世界呢 没有一个像台湾的 或像民进党的建立战胜 现在我分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叫做意外事故 上次是突然间跳电 对不对 他告诉我们什么会流牌 他说一个人按钮按错 全台湾大跳电 那今天这个是什么 今天他是事先要通知你 是 通知你 那今天是什么意思 我搞不太懂 是全台湾都停电吗 还是有区域停电 他更可恶的是说 他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停电 你自己在家玩澳洲中轮盘 这个中轮盘 什么时候打仗你也不知道 他说有部分地区停电 对 看他高兴 看他高兴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哪里要停电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也严重 你知道吗 如果他不能告诉我 什么东西停电 那我台积电停电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控制 对不对 台电是一个不可靠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依赖 不是你知道 我们有ABCD什么的 你上次是第一次是A跟B 后来说是C跟D 那这次你总的通知一下 我还可以看 我的这个电 我可以拆到我的账单 知道我就会停电 他今天跟你讲 有部分地区 部分地区解释权在他 公司权在他 决定权在他 这个东西之后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个到底是因为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 整个电力的调配出问题了 调配出问题 就回到节奏 就回到结构问题了 结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 就是民进党的绿能电的政策 绿电政策 大幅度的出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有机载的电力是不足的嘛 可是他一直要吹牛 骗大家说 不缺电 绝对没有问题 不缺电 那今天以后 明天要怎么解释呢 那问题是金金副长 就跟他一起骗 跟他一起吹啊 因为这个变成 这个政府就我刚刚讲了 大家一起在骗 越来越向共产党 他这大内宣 就是一对内宣做得漂亮不得了 一对梗图漂亮不得了 他现在三天两头跟你搞 现在五月份了 那七月怎么办 七月 六五月七月八月 我们家开冷气怎么办 而且现在还要更糟糕 现在锁国了 不能出国 明天我们七八月 不然还可以出国去度假 对 出国度假也不能去了 如果是正好讲的 那更惨了 就是说现在 如果我们这个疫情 再扩大的话 我们锁的地区更大了 再说双北而已 双北还没有强制啊 强制以后 那怎么办 所以台电不是化掉了吗 所以台电 如果是因为 机载电力的配置 的能量出问题的话 那是原则性的问题 那是原则性的问题